口罩课完紧缺,不少人都开始担心弱势社群口罩会不会不够用 冯盈盈这日就去了旧屋邨,逐家逐户拍门口,派口罩给老人家 她说希望大家一人走多一步,互相关怀,多一份爱,多一份团结,应该就会过得容易些 盈盈又回想,当年SARS的时候虽然她只有九岁,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停课期间,小朋友不用上学应该是开心才对的 但每日见到新闻都是点不开心的消息 现在她长大了,虽然都是不懂事,但至少都长大到有能力去帮助人 于是就在朋友的帮忙之下,臭齐了几百个口罩去派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日脱口罩过生活啦!